第611章 五阶怪物 坑 凶猛的一刀狠狠地撞击在了怪物的利爪之上 顿时爆发出坑枪的声音 就像是尖铁撞在了一起 无尘暗暗一惊 实力达到了星级境的强者就是不一样 皮操肉厚 利爪坚硬 刚强无比 哪怕是他的地阶领宝 都是无法造成什么明显的伤害 吼 怪物怒吼一声 暴怒如狂 看了无尘一眼 身影冲起 化为一道血光 直冲而下 汹涌的血光 席卷开来 浩浩荡荡 卷向了无尘 见怪物向他攻击而来 无尘也是不说什么 握住屠龙刀 直接一道劈下 可怕的一刀迎上了怪物的一击 他现在修为已经是突破了真武境八重天 实力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他现在想要试试看 以他现在的实力 能不能和星级境强者相抗衡 哼 怪物与无尘二者又一次撞在了一起 顿时 一股强大的血气 从对撞之处爆发开来 席卷四面八方 血气坠落在地 就连那一块土地都是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有毒 见此 无尘暗自惊心 他完全没想到 在这头实力达到了星级境的怪物身上的血气 竟是有毒之物 而且毒性还相当的猛烈 要是被沾上 恐怕不会好过的 同时 他也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这一次他所面对的可不是什么真无境强者 而是货真价实的星级境强者 实力超级恐怖的存在 他必须要全力以赴 才有一战的可能 不能有半点儿的疏忽大意 玄天四相绝 无尘大鹤一声 一股超强的力量从他的身体之中爆发了出来 这样子的一股气息 非常的强盛 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真无境八重天强者 是非常恐怖的 超强的力量从身体之中爆发出来 化为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这火焰非常的强盛 铺天盖地席卷而开 一股灼热的气浪 扑面而来 让人感到心惊肉跳 与此同时 伴随着火光冲起的 还有一股灿烂的金光 也是随之爆发了出来 金色与火光交相辉映 遍布在周围的空间之中 形成了一幅罕见的奇观 龙凤奇出 无尘大鹤一声 体内力量涌出 遍及四方 那两团光芒疯狂的涌动 剧烈的震荡 如同浪涛一般 紧接着两声巨大的吼啸 从火光和金光之中 相继诞生出来 化为了一只巨大的凤凰 和一条巨大的金龙 伴随着无尘修为的提升 实力的进步 他对于玄天四相觉的领悟 也是逐渐的加深 对于他来讲 他在前世乃是神机强者 所修行的功法 至少也是神机 自然而然 对于天阶功法的领悟速度 那是特别特别的快 根本不存在有任何的难度 要不是玄天四相觉 这一门功法比较特殊 他早把它给领悟透彻了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正是因为玄天四相觉比较特殊 他才会选择去修行 要是一般的天阶武技 他还根本就看不上呢 望见无尘身上所发出来的凤凰和金龙 那一头怪物愣了一下 却也不畏惧 怒笑一声 周身的血光滚滚地涌了出来 就是浪涛一般 浩浩荡荡 奔腾不息 狂卷八方 汹涌的血光 铺天盖地爆发 灿烂的光芒 映照着天地 疯狂地蠕动 光芒万丈 逼人射破 哗哗 血海翻滚 血浪滔天 滚滚而下 直击苍穹 崩灭万物 天地间的气流 翻滚得更加的剧烈 哗啦啦的流动 宛若由锅里沸腾的油 剧烈的震荡 好 好 就在这时 凤凰和金龙嘶吼 咆哮地飞出 夹杂着凶悍的威势 狠狠地冲了过来 直接与这一股股的血光 撞在了一起 顿时 整个空间未知一阵 一股庞大的力量 从对撞之处爆发了出来 犹如雷霆乍响 狂乱的气息 涌动八方 狂卷四野 无尘身体一阵 只是感觉体内气息紊 狂涌不息 一股股浩大的能量 在身体之中四处冲撞 好似要突破身体而出了 深吸一口气 努力压制住体内翻腾的气血 刚才那一击 威力有些猛 震得它有点而受不了 突然 它浑身颤抖起来 感到一股浓重的危险 向它给袭了过来 不经意间抬头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只见那些溅落的血光 正飞速地扩散 向着它这一边侵袭而来 这血光有着剧毒 非常的可怕 要是沾染到了皮肤之上 很快的它身上的皮肤 就得溃烂 金盾 二话不说 吴晨立刻提起力量 催动不灭金身绝 灿烂的金光 爆发冲了出来 直接是化为了一面金色的盾牌 矗立在它的身前 阻挡住血光的侵蚀 血光冲了下来 直接落在了金盾上面 立刻金盾上面 光芒就是暗淡了下去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坑坑洼洼 巨大的腐蚀效应 看得吴晨 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股腐蚀性实在太猛烈了 简直是不敢想象 要是被直接给击中 那种效果 更加是让人感到后怕 不宜恋战 赶快离开这里 这时候 天空中传来了长老黄月的声音 这里的怪物 数量极多 杀都杀不完 要是硬拼的话 肯定是逃不了好的 所以 还是及早撤离 避开这些怪物的锋芒才好 黄月话一落 众人二话不说 立刻着手突围 在这种地方 可是不能太过于莽撞了 能突围则突围 尽量地保存自己的实力 而且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也不是跟这些怪物之间进行死磕的 而是为了寻找封印石 把封印石完整地带出去 重归到天玄圣地的怀抱之中 见此 无尘也是不说什么 他虽然实力增长了许多 能够傲视真武镜这一境界 但是 这还远远不能让他在这里横行无际 因为这里高手如云 星级镜强者非常的多 而且就连传闻中的画龙镜强者 在这里都是能够看得到 要是遇上了这种可怕的存在 十个他都不够杀的 第612章第六道 不过 他想走 周围这些怪物却是不会同意 很快的 数不清的怪物就是涌了过来 围住了他的四周 可怕的力量 爆发出来 阻拦住他所有的去路 轩辕斩法 无尘二话不说 握住屠龙刀 直接一刀劈出 可怕的刀光 疯狂地爆发 涌动向了四面八方 这些怪物都是四阶的 也即真武镜强者 没有星级镜强者 哪里是无尘的对手 只见无尘一刀劈下 周围的那些怪物纷纷惨叫 根本就是抵挡不住无尘的力量 那些靠得近的怪物 甚至是被一刀给震碎 吼 看到无尘如此的凶狠 残杀四阶如同吃饭喝水一样的简单 之前那头实力达到了五阶的怪物 弱吼一声 直接就是扑了上来 无数的血光冲了出来 转化为一条庞大的血龙 血龙呼啸 破空而来 朝着无尘席卷而去 无尘大吃一惊 二话不说 握住屠龙刀 直接一刀劈出 强大的刀器 凶猛地爆发 可怕的力量 澎湃涌动 震荡不息 狂卷八方 轩辕斩法 无尘挥舞屠龙刀 一招轩辕斩法劈了下去 雄魂的刀器 迅速地冲了出来 幻化为一道强大的攻击 直接攻向了血龙 哼 这一招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即便是那一条庞大的血龙 那也是无法坚持太长的时间 顷刻间就是被摧毁了 崩裂化为了虚无 不过 无尘虽然崩碎了血龙 却也是错过了最佳的逃逸的时间 只听一声怒吼 那汹涌的血光便是冲了下来 却不是之前那一头实力达到了星极境的怪物还是谁呢 怪物看了无尘一眼 眼中杀以暴涌而出 这小子真是可恨 竟敢如此放肆地杀戮他周围的这些下属 他非得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不可 吼 怪物怒笑一声 汹涌的血光迅速地冲了出来 铺天盖地 雄浑的血气不断地移出狂卷四面八方 血光涌动 血力滚滚 一股股强盛的光芒 爆发了出来 就像是烈日一般 耀眼夺目 绚烂生辉 然后 从那一团血光之中 升起来了一轮血日 这一轮血日 整个的全部是由血气所组成的 血光灿烂 耀眼夺目 恐怖力量 惊害至极 注视着这一轮血日 吴晨的脸色大变 从这一轮血日之中 他感受到了一股 无法形容的力量 正在疯狂地爆发 强盛无比 又是汹涌非常 耀眼璀璨 绚烂夺目 他明白 这必定是对方可怕的一击 要是他挡不下来 后果绝对是非常的严重 轩辕斩法第六道 就在这时候 吴晨毅然决然 催动起了轩辕斩法第六刀 可怕的刀器 瞬间涌了出来 疯狂地蔓延 扩散开了 席卷四面八方 这一股刀器 非常的霸道 无比的灵力 不断地向外延伸 使得方圆十丈之内的空间 都是成为了一片刀海 无尽的刀器 滚滚而动 怒震八方 卷天动地 周围的那些四阶怪物 纷纷远退 不敢靠近无尘了 他身上的刀器 太过于灵力了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身在其中 就像是陷入了一片刀海一样 可怕的力量 不断地涌动 喷发出来 要把他们的身体 统统都给震碎 这时候 天地之间一片肃杀 无尘整个人 仿佛都是化为了刀器一样 一股无法形容的灵力之气 正疯狂地爆发出来 狂卷四野 震动八方 微微抬头 看了那一轮耀眼的血日一眼 无尘大喝一声 手中屠龙刀狠狠地劈出 刹那一道汹涌的刀光 从屠龙刀之中爆发出来 恐怖的刀器 不断地震动 不停地震荡 犹如雷霆一般 狠狠地冲了出去 直取对手 哼 二者的攻击 就像两颗巨大的陨石一样 终于是对撞在了一起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这一次 二者的攻击 都是极其的强大 二者相互对撞 相互蚕食 一股股汹涌的能量 不断地爆发出来 使得天地之间一片狂乱 气息涌动 狂震不止 半空中的对撞 维持了有一分钟之后 那股巨大的能量积累 就是再也无法压制得住 彻底地爆炸了 顿时 一股庞大的能量 从对撞点疯狂地爆发出来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疯狂地向着四面八方扩散 形成了一道道的狂风 不断地在天地之间肆虐 狂乱地涌动 非常的恐怖 哼的一声 无尘遭到了重击 被可怕的气浪给卷中 身体倒飞了出去 不断地后退 如此汹涌的能量 无比地可怕 使得它是身受重创 但是 那五街怪物 也是同样的不好过 狂暴的力量 爆炸开来 把它坚硬的身体 都给炸开了 血光不断地飞溅 口中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明显也是遭到了可怕的创伤 无尘退后了数十步 这才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只是觉得身体中 气血翻滚的厉害 似乎是无法压制了 神龙九变 这一刻 无尘双全震动 一股可怕的龙气 从它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在这个时候 它动用了神龙九变这一绝技 神龙九变 这是龙族至尊绝技 有着非常可怕的威力 对付五街强者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好 伴随着龙气的爆发 一股恐怖的力量 也是从气流之中冲了出来 直接是化为了一条庞大的苍龙 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 苍龙飞出 强大的力量冲了出来 刚强的身躯 肩不可摧 力量无敌 势不可挡 那一边 五街怪物的脸色大变 从无尘的这一招之中 它也是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死亡气息 正迅速地蔓延开来 疯狂地席卷过来 将它整个地给淹没了 从这个它可以看得出 无尘的这一招 那也是非常强大的绝技 有着可怕的威力 要是不拼尽全力 恐怕很难应对了 吼 怒吼一声 不顾体内严重的伤势 催动了血力 澎湃的血气 冲了出来 如同滔滔巨浪 涌动八方 第613章斩杀 汹涌的血气 不断地冲出 直接是在身前汇聚 形成了一副血色的铠甲 这一道血色的铠甲 周身覆盖着强盛的血光 就和无尘所施展出的金盾一样 都是一种绝对防御 只不过金盾是金色的光盾 而这血色的铠甲呢 则是鲜艳的血红色 一股独特的妖艳的气息 疯狂地爆发出来 血色的铠甲迅速地凝现而出 汹涌的血气 不断地爆发 刚刃坚强 不可摧毁 防御力超强 然而 吴臣的这一招 乃是龙族至尊绝技 有着十分可怕的威力 苍龙呼啸 雷霆震动 威势可怕 势不可挡 轰 巨大的力量 狠狠地撞在了血色铠甲之上 顷客 一股灿烂的血光 从对撞点爆发出来 然后 那一道血色的铠甲 猛烈地颤抖起来 一股股汹涌的血光 不断地涌动 震荡不息 吼 苍龙咆哮 吼声震天 巨大的力量 狠狠地轰击在了血色的铠甲上面 使得血色铠甲剧烈地涌动 血光冲天 狂卷八方 苍龙的力量 何等的强大 这一道血色的铠甲 虽然坚固 但是也没办法挡住 这样子的一股力量 很快地就被震碎了 吼 铠甲被震碎 五阶怪物 也是遭到了可怕的攻击 恐怖的力量 不断地震动 不断地环绕 蚕食它身上的力量 使得血气不断地萎缩 被波石溶解掉了 五阶怪物坚持了一会儿 就是再也无法坚持住了 被苍龙的力量 给积了个粉碎 化为了一片血雨 纷纷而下 我没有看错吧 这家伙 居然斩杀了一头五阶怪物 另一边 曾拱他们听到了 这一股惊天的巨响 也是不自主地投来了目光 当看到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均是露出一副不可知信的神情 星级竞强者 实力何等的强大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非常的可怕 至于战胜 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 吴臣却是真真实实地做到了 不仅仅战胜了星级竞强者 而且还斩杀了对手 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看到五阶怪物逐渐的消失 吴臣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经过了这么惨烈的战斗 他终于是成功地斩杀了 这个有着星级竞强者实力的五阶怪物 紧接着 一股庞大的能量流入了他的身上 这一股力量极其的强大 远远的超过了他的想象 甚至是令他的经脉 都是产生了一种色痛之感 吴臣大吃一惊 万万没有想到 这五阶怪物身上的能量 竟是这么的庞大 简直就是不敢相信 旋即 体内火皇爵疯狂运行 包裹着那一股力量 迅速地将其瓦解吸收掉 化为他本身的力量 用来增强他的修为和实力 一分钟之后 这股能量就被彻底的瓦解了 吴臣整个人的力量都壮大了一圈 所耗损的力量 也都是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补充 这让他是惊喜若狂 星级境强者 果然就是不一样 吴臣很满意 斩杀这么一头实力达到了 星级境的五阶怪物 他不知耗损了多少的力量 又不知使用了多少的手段 但是 现在他身上得到了 这么一股强大的力量 他顿时感觉到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了 吴臣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走啊 就在这时 曾拱提醒他说道 吴臣身体一震 惊醒了过来 应答了一声 手握屠龙刀 一刀劈了出去 周围那些正在围过来 试图攻击他的那些怪物 在这一股力量的打击之下 根本就是承受不住 吴臣一刀劈来 他们的身躯就是四分五裂了 化为了一滩血水 击杀了这些怪物 吴臣立刻就是冲了出去 和曾拱他们会合在一起 吴臣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曾拱他们立刻围了上来 他们能看出 吴臣身上有着很多的伤 而他之前和五阶怪物血战 那等力量 强横无匹 无法想象 虽然最终斩杀了对手 但想必自己也是元气大伤 实力大减了 我没事 说着 吴臣从储物戒指之中 取出一颗丹药来 吞服下肚 刚才虽然通过吸收 炼化五阶怪物身上的能量 使得他的实力恢复 使得他的实力恢复了一些 但是他身上的伤 却也是很重 需要吞服丹药 好好地调养调养 才能好转的 看他这样 众人也是知道 他受伤不轻 但是他已经吞服了丹药 压制了伤势 应该就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了吧 吴臣 你可真是厉害 连星级竞强者都能斩杀 曾拱现在对吴臣 是心服口服 这样子的一个人 能够进入他们被尘愿 绝对是他们被尘愿的福分 不知道需要多少年的时光 才会造就出 这么一位精士的天才妖孽 吴臣笑而不语 他的神龙九变 是在吞噬炼化了 苍龙的龙魂基础上形成的 有了苍龙龙魂的辅助 才使得这一招的威力 变得十分的恐怖 这才能够战胜那一头五阶怪物 顺言他们 也同样是感到十分惊诧 他们在吴臣这般修为的时候 可是没有他这么强大的战力 能战胜星级竞强者 而星级竞强者的力量有多强 他们也是极为的清楚 因为他们本就是星级竞强者 你们还在等什么 还不快走 这时 从天空中传来了 长老黄月的声音 几人立刻反应过来 飞奔而起 朝着远处飞了出去 想逃 有可能不 给我追 画龙精怪物一声令下 周围的怪物涌动着血气 迅速地冲了出去 这些可恶的人类杀害了他们这么多的同伴 想这么一走了之 可能吗 咻 就在这时 一道强大的光芒 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光芒耀眼 映照着苍穹 狠狠地打了下来 却是黄月又出手了 啊 后面那些还来不及追去的怪物 皆是惨叫一声 被这股强大的力量给击中 身躯一下子就四分五裂了 根本就不能抵挡 老家伙 你找死 画龙精的怪物怒不可斥 汹涌的血光打了出去 冲向了黄月 与他再次大战在一起 第614章 敌视的双方 无尘等人冲了出去 但是 他们的运气真的很倒霉 才冲出去一里的 就碰上了另外一只怪物大部队 糟糕 真是前有狼 后有虎啊 众人停了下来 望见前方密密麻麻的怪物 也是掩不住头皮发麻 他们刚刚才 从另外一只队伍之中逃出来 正在被追捕 却是想不到这么快 就又陷入了困局 进入了另一些怪物的领地 啾啾啾 很快的 这些怪物也是发现了无尘他们 一个一个的眼睛都是亮了起来 这些人身上的血力充沛 精力澎湃 乃是上家的食物 他们可是好久都没有品尝到了 不等统帅令下 或者是这些东西之中 根本就没有什么统帅 这些怪物尖叫着就是冲了过来 把无尘他们给团团围住了 无尘等人脸色一变 在这些怪物之中 也是不乏真武镜 星级镜强者的 实力非常的强大 实在是不容小觑 不宜恋战 尽快地突围 这些怪物之中 不确定是不是存在着画龙镜强者 唐诗有画龙镜强者 一旦他们惊动了对方 对方出来了 到那个时候 也就是他们的末日了 所以 还是先前的老办法 先突围要紧 若是实在突围不成 再去想其他的办法吧 无尘握住屠龙刀 一刀直劈而下 可怕的一刀 疯狂地涌出 不断地爆发 恐怖的刀器 扩散开来 席卷四面八方 周围这些势力 还在真武镜的四阶怪物 见到这股力量 都是吓了一大跳 纷纷惊叫了起来 还不等飞起 就是直接被一刀给震碎了 化为了一片血雨 潇潇而下 看到无尘如此的勇猛 这些怪物之中的高手 也是盯上了他 立刻就是冲了下来 狂暴的血气 疯狂的震荡 爆发了出来 席卷向了无尘 无尘眼神一凝 丝毫都不畏惧 握住屠龙刀 直接一刀劈出 强大的刀器 延展开来 迅速地转化为一道刀缸 直冲而下 斩向了这一个强大的怪物 砰 怪物的血气 在这股力量的打击之下 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无尘一刀劈来 立刻就是崩碎了 化为了血雨 纷纷而下 那怪物已经 没有想到 无尘的力量 竟是如此的强大 连他所发出来的攻击 都被直接给震爆了 当心也是收敛了轻视之心 身影一闪 速度加快 血光涌动 冲击而下 朝着无尘席卷而去 无尘脸色微变 这一只怪物的速度很快 攻击如同猛雷一般 让人是防不胜防 必无可避 金盾 面对速度型的攻击 首先考虑的就是加强自身的防御 所以无尘立刻就是催动不灭金身诀 灿烂的金光 爆发了出来 不停地涌动 直接是化为了一面金色的盾牌 矗立在无尘的身前 阻挡对方的攻击 轰 无尘的金盾刚刚凝聚出来 一股巨大的力量 就是冲击下来 狠狠地打在了金盾的上面 立刻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是爆发了出来 震得他的金盾 都是颤抖不止 无尘暗暗心惊 这一只怪物的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吧 得亏有金盾来抵挡对方的攻击 要不然 他还真的是很棘手呢 那怪物间一击不中 立刻就是调转了方向 想要从他处攻击 但是很明显 无尘是不会错过 这个瞬间的机会的 既然来了 何必走呢 手握屠龙刀 无尘一刀劈下 直取那一个怪物 那怪物见状 大叫不妙 然后身影一闪 就要离去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无尘一刀劈下 攻击速度也是很猛烈的 可怕的一刀 直接冲了出去 一下子就命中了 那一个怪物 啊 怪物惨叫一声 身体直接是被屠龙刀给击中 四分五裂开了 化为了一滩血水 纷纷而落 呵呵 看到怪物粉碎掉了 无尘淡淡一笑 这些东西暂时还是难不住他的 很快的 他的脸上笑意就是收敛了 因为他发现 刚才追击他们的那些怪物 也是过来了 如果双方合拢力量 共同夹击他们 他们的形势会急剧的恶化 用不着化龙镜强者出手 他们就会灰飞烟灭掉 很明显 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看到了 曾拱 顺言他们也是一样的看到了 脸色也是禁不住大变 现在的形势对他们来讲 那是很糟糕的 前有狼 后有虎 如果处理不好 对他们来讲 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了 鬼小 你们来我们这里做什么 这时 一位身上涌动着狂烈血气的 怪模怪样的家伙飞了出来 看着另外一对的怪物 很显然 他们是相互认识的 另外一波怪物 以及刚才追着吴臣他们过来的 那一波怪物之中 也是出来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家伙 看上去应该就是鬼小了吧 杀力 我们是为了这些人类来的 这些人类 杀害了我们不少的同伴 你如果识相 那就把他们给交出来 我们必定要把他们给剥皮拆骨 大写八块 以祭奠我们死去同伴的亡魂 杀力道 鬼小 那你可知道 这里是谁的地盘吗 这些人 现在是在他们的地盘上 如果再让鬼小他们给抢了去 这让他们的面子往哪里割呢 杀力 照你的意思 是不愿意把人给交出来咯 这时候 顺言 无尘他们又再度汇聚在一起了 现在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这双方有着一些矛盾 他们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 引诱他们彼此双方交战 冲突 然后 他们的机会也就是来了 给我杀 鬼小一声令下 所有的怪物一起冲上来 杀 杀力也不是什么擅长 见鬼小向他们攻击而来 也是命令他的部下出战 顿时 双方混战在一起 战斗极其的惨烈 本来 他们双方就因为领土的问题 一直是冲突不断 彼此的交恶 经常发生火病 现在鬼小带人闯入了他们的地盘 他们自然是要奋起还击 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 第615章 阴灵王 还真的打起来了 无尘他们对望一眼 都是觉得很惊奇 不过 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 既然这双方打起来了 他们就有机会脱身了 我们赶紧离开吧 这里不宜久留 虽然说现在这双方是斗起来了 无法顾及他们 但是等他们打完之后 腾出手来 肯定就会来对付他们了 到那个时候 他们的形势就很是不妙了 可是 如果我们走来 待会儿长老过来 找不到我们 又当如何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里实在太凶险了 高手多如牛毛 哪怕是星级竞强者 都是不敢任意地横行 要是没有长老在身边 仅仅凭借着他们这些人 只怕是要寸步难行了 不用担心了 长老他过来了 顺言突然说道 话音方落 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是从远处飞了过来 速度飞快 这股力量 对于他们而言 那是再熟悉不过了 却不是黄月长老还是谁呢 紧接着 他们又是看到 在黄月长老的后面 有一道强盛的血光 也是快速地冲了过来 速度飞快 就跟闪电一样 这一道血色的身影 他们也是再熟悉不过的 正是那一个实力 达到了画龙镜的怪物之王 你们怎么样 有没有事情 黄月迅速地冲了过来 他跟那个怪物之王 斗了一场 二者之间 互有胜负 但总体而言 谁也奈何不了谁 我们都没事 众人摇了摇头 表明自己没有什么事情 黄月扫了众人一眼 也是不由地松了口气 他就怕他们受到什么损伤 那样的话 他可难以向太上长老 天池上人交代 旋即 他把目光转向了 那正在激战的双方 此时此刻 双方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荼 十分的激烈 看样子就像是 有着什么不共戴天的血仇一样 沙利 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连本王的人也敢动手 那名怪物之王 血手一挥 立刻就有不知多少的怪物被灭掉 化为了飞灰 彻彻底底的消失了 化龙镜强者的力量 那可是绝对不是盖的 阴灵王 看到了那怪物之王 沙利等怪物的脸色大变 眼中充满了恐惧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化龙镜强者 远远不是他们所能抗衡的存在 而鬼小他们则是欢呼雀跃 惊叫如狂 他们的王终于来了 阴灵王在这些怪物之中扫了一圈 又抬头看了看前方 道 沙利 沙罗那个老家伙呢 沙利身体大振 沙罗就是他们的王 也是一名化龙镜强者 实力极其的强大 是唯一能和阴灵王相抗衡的存在 但是 他们的王现在不在这里 去了别的地方 暂时不会回来了 阴灵王森冷一笑 突然道 那个老家伙该不会不在吧 定了定神 沙利道 阴灵王 我们大王正在休息 只要一有动静 就会立刻苏醒过来 是吗 阴灵王冷冷一笑 能坐上王这个宝座上的 又岂是什么寻常之辈 刚才这里那么大的动静 都是没有惊醒那个老家伙 这就足以说明 那个老家伙要么不在 要么正在闭关 无论哪一种情况 都对他们有利的 既然如此 那你就把沙罗 那个老家伙交出来 我们叙叙旧吧 沙利身体大振 支支吾吾 说不出话 既然如此 那么你就给我去死吧 阴灵王果断出手 强横的力量爆发出来 顷刻间覆盖向了沙利 不好 沙利脸色大变 联盟运转力量 前来抵御阴灵王的攻击 但是 阴灵王乃是画龙镜强者 实力实在太过于强大了 凭他此时星级镜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对手 很快的 他就是坚持不住了 周身的力量不断的被剥死掉 毫无还手的余地 啊 沙利惨叫一声 身体直接是崩裂了 化为了一滩血雨 纷纷而下 见此 曾拱他们都是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就是画龙镜强者的力量吗 只需要挥一挥手 就把一名实力达到了 星级镜的五阶强者 给杀死灭掉了 根本就是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 黄月却是皱了皱眉 他依稀感觉到 那沙利虽然身躯被震碎了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消亡 还有一些灵魂之火没有熄灭 而这种灵魂之火 割他们人的身上 那就是他们通常所说的元神了 既然他都能发现 阴灵王自然也是能感觉得到 右手一抓 一股血气涌出 转瞬间 一道小人 从地上那些血光之中 飞了出来 被他给直接摄取了 进入到了他的手掌心 而这一道小人 正是沙利的元神 阴灵王 你不能杀我 你要是杀了我 我们大王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沙利嘴巴张开 大口大口的喘气 身躯被灭掉 只剩下了元神 他的实力也是大大的减弱了 更加不可能是阴灵王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 他除了搬出他们王的称号来 那是别无他法了 当本王是下大的吗 阴灵王冷哼一声 现在他更加确信了 沙罗王那个老家伙 暂时是不会现身的 至于具体是闭关还是离开了 他还不知道 快点说 沙罗那个老家伙在什么地方 沙利深吸几口气 却是不愿意说 不肯说是吧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本王的手段 阴灵王冷哼一声 抬起另外一只手来 一道绿光点出 笼罩像沙利 沙利惨叫 浑身仿佛被烈焰给焚烧一般 是如此的恐怖 见状 曾拱他们更是觉得心惊胆战 脊背都在发凉 如此残酷的手段 当真是无比的狠辣 令人是胆战心惊 亡魂皆冒 吴晨只是静静地看着 他知道 元神是无比的脆弱的 很容易受到伤害 而且伤害所带领的痛感 会比身体猛烈十倍 有一些人借助于这一种特性 通过拷问元神 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大罗神仙 都是未必能扛得住 因为这种痛楚实在太强烈了 第616章封印时消息 元神不一定人人都有 比方说 之前被吴晨所斩杀的五阶怪物 就没有任何的元神波动 有的人甚至是达到了画龙镜 也未必凝聚有元神 而有的人呢 却不只是有一个元神 而是两个 三个 甚至是更多的元神 所以说 元神这种东西 是很奇特的 也是很诡异的 我们走 黄月挥一挥手 趁着阴灵王的注意力 放在沙利的身上了 他们赶紧离开 不然 等沙利被彻底的消灭了 阴灵王腾出手来 到那个时候 他们要想再离开 那就是难如登天了 无尘看了看 也不说什么 转身就去了 见此 阴灵王他也不在意 他现在更关心的是 沙罗王的下落 不要啊 我说 我说 经受了酷刑折磨 沙利感觉就像是 生不如死一样 很快的就是承受不住了 元神状态下的生物 是无法自杀的 对于他们而言 能够逃走 那是再好不过的 如果无法逃走 被爵士强者给盯上的话 那就意味着 无穷无尽的灾难了 快说 阴灵王力声大喝 对于沙利的痛苦 他是置若罔闻的 沙利喘息一口气 道 我们大王 他并不在这里 而是去 去 去什么地方了 阴灵王断人加大力量 沙利惨叫一声 再也无法坚持得住 彻彻底底的服软了 我们大王去了鬼血岭 去争夺封印石了 封印石 另一边 黄月等人还没有走远 听到封印石这三个字 脚步立刻就是停了下来 转身过来 看着沙利 有着一些激动 离去的想法 也是在刹那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此行前来这里 就是为了寻找封印石 只是 他们这一路走来 遇见的危险倒是不少 可是关于封印石的消息 却是连半个字都没有打探到 不曾想到 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沙利的口中 竟是能够探听到封印石的消息 这实在是太意外了 封印石 你说的 可是那一块堵住通道口的那一块封印石吗 封印石 对于阴灵王来讲 也是并不陌生的 他们之所以被困在这个空间之中 不得自由出入 有很大程度是因为那一块封印石 可以这么说 在这里的所有生物 全部都对那一块封印石恨之入骨 如果可以将其给打碎 他们早把它给打碎了 但是 那一块封印石上面 有着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正是那一股力量 才使得它们被封印在这个空间之中 也使得它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那一块封印石 因为但凡它们靠近 就会在瞬间被震开 对 正是那一块封印石 阴灵王又问 那一块封印石 不是在通道口吗 怎么会跑到鬼血岭来了 沙利道 这个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据说是有盖世强者 偷偷地把封印石给拿进来了 带到了鬼血岭里面 阴灵王面露质疑 你说的可是真的 大王 小的小命就在您的手里捏着呢 哪里还敢欺骗呢 本王量你也没那胆量 阴灵王随手一扔 直接就把沙利的元神给扔了出去 让他自生自灭了 在这种地方 元神之身 那基本上是必死无疑的 即便是不死 也不会对他产生任何的威胁 所以 他根本就不担心 大王 我们怎么办 这时候 鬼小走了过来 问阴灵王 阴灵王抬头 既然封印石已经到了鬼血岭 本王又怎么能不去看看呢 听说 在封印石上面 有着一些很玄傲的阵法 以及一些强者所留下来的感悟 这些这些 他可是很垂涎 如果他能得到那一块封印石 进行参悟的话 将来未必就没有突破 更高修为境界的可能 那么 这些东西 你又打算如何处理呢 指了指周围这些 原属于萨罗王的军队 这些军队 要是能够搞到手 他们的实力 也必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阴灵王看了看周围这些怪物 大喝一声 要么臣服 要么死 你们选择哪一条 伴随着大喝声的 还有一股超级强大的力量 立刻 无数的怪物身体猛的一颤 显然是被吓住了 然后纷纷跪了下去 表示臣服 但是 也有一些怪物不愿意臣服 想逃离的 阴灵王当然不会客气什么 直接下手诛杀 我们走 黄月挥挥手 趁着现在阴灵王 还在消化另外一支军队 无暇顾及他们 赶紧离开这里 再晚的话 等对方把 萨罗王的军队 给消化吞并了 实力大尽 到那个时候 他们要想再离去 那就十分的困难了 阴灵王瞅了一眼 黄月他们 也不说什么 对于他而言 这些怪物 才是他所看重的 他可以收编 吸收消化 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无尘他们这些是人类 是从外面世界里进来的 对他们而言 除了充当食物之外 已经是别无他用了 一直走了一百米 确定阴灵王他们并没有追来 他们这才停下脚来 长老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黄月想了一下 道 既然封印石在鬼血岭 说什么也得去一趟 要是让封印石 落入了这些怪物的手中 那么 这一切也就彻底的完蛋了 几人对望一眼 没有什么意见 封印石 他们是一定要拿回去的 如果不拿回去 他们要想再封印这一个空间 那就是难如登天了 可是长老 仅凭我们这点人 恐怕还不够 黄月点头 这我知道 所以 我现在想让一两个人返回去 通知杨银长老他们 要他们立刻去把其他人 给召唤回来 召唤回去之后 立刻赶去鬼血岭 支援我们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多召集一些帮手 现在的鬼血岭 不用说肯定是高手众多 众强云集 单单凭借着他们这些人 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集合众人之力 才有一线希望 第617章阻拦 顺岩 吴晨 不如你们去走一趟吧 如何 黄月在几人之中扫了一眼 点了吴晨和顺岩的名字 吴晨和顺岩对望一眼 皆是从对方的眼睛之中 读出了一丝惊讶 显然没想到 长老居然会让他们两个人回去 其实 黄月之所以会安排两人回去 很明显是有自己的目的 他们这几人之中 就属吴晨和顺岩的资质最好 而他们此行去鬼血岭 危机重重 连他自己都尚且不知道 能不能保全 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所以 没必要让这两个人 跟他们一起去冒险 就让他们回去 找到了大部队 跟大部队一起去鬼血岭吧 那样可以多增加一层安全的保障 我没什么意见 顺言淡淡说道 吴晨也是道 我也没有意见 其他人也不说什么 完全听从长老的安排 那好 既然如此 你们速速回去吧 记住多联络些人 两人点点头 也不多说什么 身影一闪 化为流星 消失了 看着两人离去 黄月道 走 我们直接去鬼血岭 在进来之前 天玄圣地给他们发过了地图 上面记载了鬼血岭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只需要按照地图所指示的方向去找 要找到鬼血岭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先回到吴晨和顺言这一边 因为怀着重任在身 所以两人都是不敢耽搁 直接就往他们之前所暂居的那个山谷去了 一路之上 他们几乎不说话 啾啾啾 这时 一些怪物发现了他们两个人 立刻就是飞了过来 把他们给团团的围住 看到周围的这些怪物 两人也都并不感到惊奇 因为在路途之中 像这样的情况 他们遇到好几次了 所以早就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而他们两个人都是修为高深 实力强大之人 尤其是顺言 更是星级竞强者 领悟了万简归宗这一门强大的绝技 一般的怪物 哪里能伤得了他分毫呢 屠龙刀 看到周围的怪物向他们给袭来 无尘二话不说 握住屠龙刀 直接一刀劈出 强横的力量 顿时爆发了出来 好比是浪涛一般 冲向了四面八方 无情地轰击了出去 啊 周围立刻就是响起了 凄厉的惨叫声 这些怪物的实力 都不是特别的强 又哪里能够抵挡得住 无尘的力量 无尘一刀劈下 瞬间就是杀灭了一大片 同时 顺言也是毫不客气 他的剑光更加的猛烈 更加的霸道 一剑斩下 周围三丈以内 所有的怪物都是化为了粉碎 直接就被一剑给灭掉了 很快的 这些东西就是抵挡不住了 被他们给击溃了 击杀了这些怪物之后 他们没有停留 继续往前前进 但是 很快的 他们就再一次遇上了麻烦 而且这一次的麻烦 比起之前那些怪物 袭扰还要更加的大 他们遇见了军队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闯入我黑煞的地盘 一位浑身笼罩着黑气的怪物 悬浮在半空中 在他的身上 有着一层又一层的黑气环绕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很明显 这个怪物是一位实力达到了星级境强者级别的怪物 注视着这个浑身都是黑气的家伙 以及周围这些密密麻麻的怪物 即便是强如顺言 那也不得不表情凝重 这些家伙 可是并不好惹 要是不注意 他们两个人 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宜恋战 尽量突围 这是军队 他们在此之前就见识过军队的厉害 一旦深深被困住 这对他们而言 绝对是毁灭性的灾难 给我杀 黑煞一声令下 周围的怪物立刻就是涌了上来 身上的气势爆发 冲向了吴臣和顺言两人 两人也是不说什么 直接开战 轩辕斩法 吴臣大鹤一声 握住屠龙刀 直接一刀皮下 强大的刀器 凶猛的爆发 瞬息间席卷开来 如同惊涛骇浪一般 席卷四面八方 周围的这些怪物 根本就抵挡不住这一刀 直接被一刀给斩灭了 化为了飞灰 烟灭掉了 但是 这些怪物 相比于这整只怪物大军而言 无疑只是九牛一毛 很快的 更多的怪物就是涌了过来 强大的力量 齐齐地打出 轰向了吴臣 金盾 吴臣二话不说 周身金光涌动 无灭金身爵施展 灿烂的金光 爆发了出来 形成一面金色的盾牌 一股厚重的气息 缓缓地释放出来 给人一种 坚不可摧的感觉 砰 金盾刚刚凝聚出来 周围的攻击 就已然是落了下来 重重地击打在 他的金盾上面 爆发出 一股股灿烂的光芒 用金盾抵挡住 周围这些怪物的袭击之后 吴臣二话不说 握住屠龙刀 直接一刀斩出 轩辕斩法携带着 狂乱天下的威势 狠狠地冲了出去 重重地击在周围 这些怪物的身上 啊 立刻 周围就是响起了 一片惨叫声 不知道有多少的怪物 死于这一刀的下面 成为了刀下的亡魂 羞得猖狂 这时 黑煞怒吓一声 身影一闪 如同一道黑色的旋风 一股强大的力量 朝着吴臣笼罩而去 力量凶悍 凶猛异常 不好 吴臣大叫不妙 这黑煞的实力 非常的恐怖 可不是先前那个 被他所斩杀的 五阶怪物 所能比的 凭他此时的实力 根本就是应对不了 被迫的 吴臣抬起了金盾 试图用金盾的防御 来抵挡黑煞的一击 自不量力 黑煞冷哼一声 双拳一震 一股强大的力量 狠狠地撞击在了金盾的上面 金盾立刻就是颤抖起来 一股超强的力量 从上面爆发了出来 而后就是崩碎了 化为了一片光雨 什么 吴臣大惊失色 这黑煞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连他的金盾都是抵挡不住 凭他目前的实力 要想抗衡这样子的一股力量 怕是不可能的了 不灭金身诀 第618章 黑煞 吴臣知道 黑煞的力量非比寻常 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想象 光是硬拼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 他二话不说 立刻就催动起不灭金身诀 这一次的不灭金身诀 可不是为了凝聚出金盾 而是为了强化身体 以减缓身体 所能受到的冲击和伤害 这样的话 也能算是 对不灭金身诀的 一种灵活运用了吧 哼 就在这时 黑煞的异拳 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只听一声惨叫 吴臣身体 直接是被异拳给震飞 口中鲜血横流 不断地流逸出来 身受重创 自不量力 一拳击溃了吴臣之后 黑煞身影一闪 如同黑色的闪电一般 射了出去 射向了顺眼 这两个人之中 就属这个女子最为霸道 实力也是最为恐怖 所以 他才先把吴臣这个 实力差的垃圾给解决了 再集中力量对付这个女人 但是 顺眼的实力 可绝不是盖的 他早就突破了星级境 成为了被尘愿的真传弟子 又领悟了万剑归宗 这一招见到的无上绝技 实力非常的恐怖 纵然是面对黑煞这种级别的强者 那也是毫不畏惧 看了黑煞一眼 顺眼冷谋一束 握住手中神剑 一股强大的力量输入其中 刹那 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 疯狂地席卷开来 剑气如虹 铺天盖地 握住神剑 顺眼一剑劈出 绚烂的剑光直冲而起 转瞬间就是化为了一道百丈的建筑 在这一道建筑之上 有着一端强横的力量波动 震动空间 黑煞脸色一变 也是凝重了起来 这个女人的实力 比之前的那一个无尘来 不知强了有多少 即便是她 也不得不严肃认真的对待 黑魔拳 爆鹤一生 一股滔天的黑气 从她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疯狂地向外延伸 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风暴 不断地爆发出来 黑色的旋风 非常的霸道 哼 黑色的拳头 一拳打了出去 狂烈的黑气 携带着一股狂风 呼啸地吹下 与顺眼的建筑 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平静的空气 在这一刻剧烈地翻滚起来 一股股狂暴的气流 从对撞中心 疯狂地爆发出来 不断地涌动 不停地震荡 霹雳闪电 不断闪耀 最终化为了恐怖的爆炸 可怕的能量 席卷而开 浩浩荡荡 就在两人激战的时候 地面上的吴晨 也是同样遇上了麻烦 他奶奶的 这家伙的实力 未免太强大了吧 吴晨扯开衣服 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那里一道拳头的印痕 深深地印在了 他的胸膛之上 可怕的力量 直接把他的胸骨都给震碎了 体内五脏六腑 也是遭到了可怕的创伤 要不是他自从重生以来 一直坚持修行不灭金身诀 运用不灭金身诀 来强化体魄 他现在可能已经是一命呜呼了 二话不说 立刻从储物戒指里面 取出一大把的丹药来 看也不看 直接吞服下去 这时候 体内火黄绝疯狂地运行 迅速地瓦解那些丹药 使之转化为精纯的力量 涌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一方面补充他所消耗的能量 另一方面也是在压制 他身体之中的伤势 这时候 突然 几股巨大的力量 向他给攻击下来 速度极快 好似雷霆一般 吴晨大惊失色 二话不说 反手握住屠龙刀 直接一刀劈出 轩辕斩法爆发出来 抵挡这些怪物的突袭 砰 巨大的能量爆炸开来 吴晨再一次被震飞 体内血气激荡 忍不住又是喷出了一大口血 刚才那黑煞的一击 实在太霸道了 将他给震成了重伤 根本就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他奶奶的 非得逼我拼命不可吗 看了看周围围拢过来的怪物 吴晨心知 这一次他非得拼命不可 要不然 等待着他的 将是无尽的地狱 缓缓地抬起了屠龙刀 屠龙刀上光滑绽放 绚烂耀眼 璀璨夺目 拼命吗 他无尘什么时候怕过 轩辕斩法 无尘大喝一声 手握屠龙刀 一刀直劈而下 一股惊人的刀气 从屠龙刀之中爆发出来 犹如浪涛一般 带卷而出 卷动四方 冲向了周围的怪物 周围的怪物 见此 纷纷远退避开 不敢靠近吴晨 有了一定的空间 吴晨立刻运行 玄天似相绝 一股强盛的火焰 从他的身上冒了出来 剧烈地燃烧 翻滚不息 与此同时 另外一股灿烂的金光 也是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这一股金光 非常的绚烂 与强盛的火焰交相灰映 形成了一幅罕见的奇观 吼 吼 两声巨大的吼笑 猛然间出现在了 这一片天地间 紧接着 一条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凤凰 与一条周身纯金色彩的巨龙 赫然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轰 凤凰和巨龙出现 这一片天地之间的灵气 骤然翻腾 一股股狂暴的力量 疯狂的涌动 就连周围天地间的血气 都是被排开了 重新归于清明 龙凤齐出 吴臣大鹤一声 催动全身的力量 使出了这一极具毁灭性的杀招 凤凰和金龙狂吼 庞大的身躯暴窜而出 携带着无比凶悍的力量 狠狠地冲了出来 威势极其的恐怖 看到凤凰和金龙冲出来 四周的怪物 统统都是吓了一大跳 怒吼一声 纷纷催动力量 前来抵抗 但是 凤凰和金龙的力量 实在太过于强横了 哪怕是他们 都是催动力量 也是抵挡不住 被凤凰和金龙 直接给掀翻 一些实力稍差的 甚至直接是被震成了血雾 金龙和凤凰的力量之强 由此可见一斑 好机会 趁此机会 无尘握住屠龙刀 直接杀了出去 可怕的屠龙刀左右挥斩 上下劈出 恐怖的力量 迸发了出来 每一刀出 皆有怪物惨叫 不是被劈碎 就是被砍死 当然 无尘也是不可避免地 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身上增添了 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这般的战斗 无比的惨烈 第619章 万简归宗 终于 无尘从怪物的包围圈之中 脱离了出来 虽然满身都是伤痕 累累遍布 但是能够从怪物的包围圈之中 脱离出来 这总归是好事情 顾不得喘气 无尘就要跑开 突然 他想起了顺炎 连忙抬头 凝望着天边 此时此刻 顺炎和黑煞斗得是如火如荼 黑煞的修为和力量强度 是要明显地超越顺炎的 在这一点上面 顺炎没办法比较 不过 顺炎也是有着他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他的武器和武技 还有万简归宗这一门至高绝技 使得他跟吴晨一样 也是具备了越级挑战的能力 与黑煞对比 倒也不曾落的下风 你先离开 我随后就来 就在吴晨看他的时候 顺眼也是看到了他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吴晨现在身上的状况不是很好 多处负伤 能逃出去已经是不错了 不指望他能帮他什么忙的 吴晨沉吟了片刻 道 好 我先行一步 你早些来吧 话落 吴晨不再犹豫 掉头就跑 他现在身上受了很重的伤 实力大大的减弱了 即便是留下 那也是帮不了顺眼什么忙 相反会引起他的担心 使得他无法专心对敌 所以权衡了一下 吴晨还是决定先行离去 小子 你以为 我会让你就这么离开吗 黑煞冷笑 立刻下令 给我追 必定要把这小子给杀掉 是 得了命令 底下的怪物二话不说 直接就是冲了出去 朝着吴晨离去的方向追去了 看到吴晨离去了 顺眼也是稍稍的松弃 不过很快的 他的眉头就是竖了起来 看着前面的这个黑煞 一张如玉般的脸上 也是出现了一股凌厉的杀意 要不是这家伙的阻拦 他们现在估计已经离山谷很近了 甚至于已经是到达了他们之前 所选定的那一个山谷了 万剑归宗 顺眼眼瞼一横 一股强大的剑气 从他的身上冲了出来 这一股剑气 非常的强盛 无比的可怕 伴随着剑气释放出来的 还有一股超强的气势 狂暴的灵力 在他周围的空间之中肆虐 疯狂的传开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风暴 无尽的剑气 从顺眼的宝剑之中释放出来 这些剑气 绚烂无比 色彩缤纷 遍布在九天十地的空间之中 宛若一片缤纷的海洋 只不过在这一片海洋之中 震荡的不是什么海水 而是剑气 汹涌得无法形容的剑气 这是什么法觉 对面 黑煞看到顺眼身上爆发出的超强气息 以及那一道又一道的强盛剑气 也是忍不住吓了一大跳 这种招数 他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从这一招所造成的恐怖威势来看 这一招的力量一定是惊天动地 绝非一般人所能抵挡得了的 这是万简归宗 剑道无上绝学 顺眼冷谋一扫 这时候周身的力量不断地释放 超强的灵力 在他的身下形成了一座巨大的连台 而他本人就站在连台之上 手握神剑绝美的容颜 如此耀眼的绽放 看上去就和九天神女一样 让人不能亵渎 什么 万简归宗 黑煞大惊失色 很明显 他也是听说过这一门强大的绝技 乃是剑道上的至尊剑术 威力十分的恐怖 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领悟的 这女人 天姿很逆天 就连黑煞都是忍不住要惊叹 万简归宗这一招 乃是剑道无上绝技 要想领悟 谈何容易 一百万修剑之人 也未必能有一个 能够领悟这一门绝技的人 然而 顺眼却是能够领悟 足可见 这女人的天姿 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面对顺眼的万简归宗 即便是强如黑煞 这种级别的强者 那也是不得不严肃的对待 如果不这样 很有可能会是不敌 黑魔拳 握住拳头 黑煞爆喝一声 无尽的黑气 从她的身上冲了出来 强大的力量 形成了一股超强的风暴 黑色的气流 不断的狂卷 不停的震荡 煞时 黑煞周身 黑气滔天 气浪翻滚 可怕的黑气 源源不断地涌出 将它整个人包裹着 牢牢护住了它 让它看起来 犹如上古魔神 不可战胜 双拳握住 滔天的黑气 滚滚涌出 悉数涌了出来 化为惊世遗迹 傲视天地 这时 整片天地 都是沸腾了起来 天地灵气 疯狂涌动 自四面八方 飞射而来 被黑煞的身体 给吸纳 化为惊世遗迹 黑气环绕 魔能滚滚 黑煞猙獰冷笑 仿佛已经看到 顺眼横尸当场的画面了 黑魔拳 黑煞爆喝一声 一道可怕的黑色拳芒 撕裂了天地 破灭了乾坤 以极端恐怖的威势 狂卷而下 将顺眼整个人 笼罩在强大的攻击范围内 顺眼脸色也是一变 没有想到 黑煞的实力 竟是这么的强大 当下也是不再犹豫 全力施展 万箭归宗 一声娇和 顺眼周身的气势爆发出来 比起先前来 还要更加的强盛 仿佛是一位圣洁的仙子 浑身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令人不可亵渎 层层的紫光遍布周身 射下重重防御 将黑煞的黑气 统统抵御在外 黑煞身上的黑气 有着强烈的腐蚀作用 可是不能粘在身上 要不然 后果绝对是十分的严重 而后 玉手轻轻一扬 握住了宝剑 宝剑绽放五彩流光 剑气涌出 剑芒震天 万千汇聚 凝成一强大光柱 如通天之柱 直冲云霄 强大光柱显出 一股强悍的灵力波动 狂卷而出 粉碎八荒 随时可能爆发出毁灭性的力量 双眼中射出璀璨的神光 右手全力一箭批出 上方那百丈长的耀眼紫色光柱 携带着狂暴的力量 怒劈向了黑煞 对它发起了最强大的一击 轰 两股强大至极的力量 在半空中瞬间相撞 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煞时 满天红光耀眼 白光刺目 五彩缤纷的各种光滑 垂落而下 美丽之中带着无尽的杀鸡 让人感到无比的震撼 第620章顺炎之威 一击打出可怕的能量 汹涌的震荡 天地之间霹雳横空 气流狂乱 辐射而开 冲向四面八方 嗯 顺炎身形倒退 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大口血 体内血气涌动 四处冲撞 狂乱不息 刚才那一击 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对面 黑煞同样是很不好过 她的身形 也是在不停地摇摆 周身的黑气被打散 瘦窗也是极深 可恶的小丫头 黑煞铁青着脸 对顺炎是恨得咬牙切齿 这女人 竟敢把她给伤得这么重 实在是可恨至极 她非要将她剥皮拆骨不可 顺炎眉头皱紧 这黑煞的实力强得可怕 即便是她全力出手 施展出无上的绝技万剑归宗 那也都是没办法战胜得了对方 仅仅只是将其给震伤 并不能彻底地斩灭 还是先走为妙 心念一动 顺眼脚下一点 郊躯一纵 化为了一束剑光 冲向了远处 他们此行乃是有目的在身 不可在外耽搁太久 要是误了时间 导致没人去支援黄月长老他们 那样的话 才是真正的不妙 所以 还是早些离开为好 臭丫头 想走吗 有可能不 黑煞沉着脸 顺眼刚才那一见 威力太过于霸道 太过于狠辣 将她都给打成了重伤 要是就这么让她给逃了 她还怎么在这里立足呢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她都是要抓住顺眼 将她给剥皮拆骨 碎尸万段 另外一处空间之中 吴晨正在远顿 她先前就被黑煞 一击给击中 五脏六腑 皆为震荡 身受重创 后来又强行 催动强大的力量 绝地爆发 使得她得以从那些 怪物的包围之中脱离出来 如此 虽然她脱困了 但是却也伤势加重 情况危急 元气大伤 不得不一路狂奔 乃至于此 那个女人怎么还不来 难道出什么事情了吗 吴晨不时地回头看看 心中充满了担忧 黑煞的实力 无比的强大 周围又有那么多怪物守护 平顺眼的实力 要想战胜这么恐怖的家伙 那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的 越是这么想 吴晨心中也就越是担心 那个女人虽然跟她没有什么关系 但毕竟是她的同门 而且他们两人 曾经共同应付过很多的困难 而现在更是受了黄岳长老的委派 回去他们之前选定的 那一个山谷之中 去请求支援 如果她出现了什么意外 她在良心上也是很过意不去的 不管了 回去看看吧 想了一会儿 吴晨着实担心的紧 就是调转方向 又折了回去 如果顺眼能顺利地赶过来 那自然最好 如果不能 她就一定是遭到了什么麻烦 她怎么说也得出手相助 小女娃 你是逃不掉的 天空之中 一团黑色的云朵 在不停地闪耀 一股股黑色的气流 不断地冒出来 就像是黑色的魔火 在腾腾地燃烧 她的一双眼睛 阴冷地看着底下那一道 已经陷入到了 重重围困之中地 绝美身影 杀意凛然 这个小女娃 之前将她给打成了重伤 如此的深仇大恨 她又怎么能不报呢 地面上 顺眼握住宝剑 一双灵力的眼睛 直直地盯着周围这些怪物 因为她之前使用万简归宗 把黑煞给打伤了 为了报复 黑煞几乎是集中了 所有的力量攻击于她 现在 她的身上已经是 到处都是伤痕 实力几乎是所剩无几 又陷入了重重的围困之中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 她这一次 真的有可能会死在这里 想要杀我 那么你们也得付出代价才行 一声娇鹤 顺眼握剑走出 直接杀入了这些怪物之中 在这一刻 面临着重重困境的她 也是不得不拼命了 剑光如雪 飞舞盘旋 在天地间绽放 无比的耀眼 啊 周围的怪物 根本就抵挡不住 这样子的一股力量 身为星级境强者 顺严的剑法 那是精妙绝伦 举世无双 每一剑出 皆有怪物惨叫 被一剑给批中 身体四分五裂 可恶 见此 黑煞怒恨不已 这个女人真是太可恨了 垂死挣扎 也是能爆发出 这么恐怖的杀伤力 如果不出手制止 她的军队伤亡会更加的严重 给我去死 黑煞怒吼一声 一拳猛地打出 一股黑气 从她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黑魔拳怒冲而下 携带着雷霆之力 向着顺眼笼罩而去 啊 顺眼此刻已经是强弩之末 处于一种几乎是 油尽灯枯的状态 又哪里能够抵御得住 黑煞的遗迹呢 惨叫一声 身影就是倒在了地上 口中连连吐出了 几大口鲜血 这下子 她身上仅存的力量 都是完全的耗尽了 再也无力站起来了 躺在地上 顺眼心中一片苍凉 没有想到 她居然会死在这种地方 死在这些人不人 鬼不鬼的地方 现在 她已经是不再指望 有人能出现来拯救她了 他们此行就她和吴臣两个人 不知道吴臣 她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能够逃得出去 给我杀了她 把她剁成肉酱 黑煞猙獰狂笑 她对顺眼的恨 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极致 周围的那些怪物 得了黑煞的命令 手中武器吞吐闪光 血色的力量爆发而起 狠狠地降落而下 朝着顺眼击落而去 顺眼艰难抬头 看着周围的血光 向她给笼罩下来了 嘴角也是慢慢浮现出 一丝击窍之意 这一次 她真的是再艰难逃了 但是 还不等这些怪物的攻击 落在她的身上 意外突然就发生了 咻 只见天地之间 突然传来一股亮光 这一股亮光 非常的绚烂 而且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是冲了过来 那些怪物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亮光的袭来 等它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一道亮光 已经是冲了过来 啊 怪物惨叫 根本就是不能抵挡得住 亮光袭杀而来 它们立刻就是化为了血物 被亮光给粉碎掉了